零售567.4万辆 同比增长90% 2022年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 我们2022年差不多新能源汽车增长了200%多 补贴不再原材料上涨 2023年多架新能源汽车企上调价格 全系的产品 那么上浮了2000到5000不等 竞争排名靠前 新能源出海优势有多强 渗透率继续提升 新能源汽车新一年还能跑多快 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张玲 刚刚过去的2022年 国内新能源汽车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分会 昨天披露 2022年国内新能源车的乘用车型零售是567.4万辆 同比增长90% 创历史新高 那今晚呢我们就来和大家来探讨一下 国产新能源车这样一个爆发式增长的背后 都有哪些因素在支撑 另外从今年的1月1号起 购置新能源汽车将不再享受补贴 最近我们也看到多家车席在宣布涨价 2023年会不会是新能源车的涨价之年呢 新的一年我国新能源车继续快速发展的动能还有哪些 今晚参与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来和大家介绍 一位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王都 一位是财经评论员杨福江 欢迎两位 首先呢我们先到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线上去看一看 在比亚迪的一处工厂内 如今每隔60秒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生产下线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 作为中国最大的新能源车企 比亚迪一共生产了超过300万辆新能源汽车 这当中超过180万辆都是在2022年一年里生产的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向记者介绍 高速增长的市场背后使新能源汽车技术的整体进步 都在6700公里吧 是不是以往的这种里程焦虑可能就会 这个现在越来越傻了 从这点已经会加一次又一样了 过去的这个2022年 我们关注到其实国内的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都非常快 那比亚迪呢汽车的销量也是连创新高 成为了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的第一 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一个高速增长的新阶段 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国家战略 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持续的政策叠加 密集的爆发出一些新的技术 几个因素的叠加的话呢 形成了你看2022年的这种蓬勃的发展 那我们2022年差不多新能源汽车增长了200%多 2022年国内新能源汽车赛道实现爆发式增长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峰会1月10号披露 2022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零售567.4万辆 同比增长90% 创历史新高 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达到27.6% 较2021年提升12.6% 我们看到从总量上来说 2022年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额是同比增长了90% 而从微观层面 刚才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 比亚迪作为我们国内新能源车的龙头企 它十多年来生产的新能源车 超过一半都是在2022年生产的 也就是说平均一分钟它还会下线一辆新能源车 所以这样一种爆发式的增长 我们会怎么看待 我们觉得首先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 是一个后继勃发的过程 比如刚才您举到的比亚迪 其实它已经沉浸在新能源汽车的领域20多年了 它是一个后继勃发 它现在在全球新能源汽车的产量 它都是第一位的 是我们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新的非常大的亮点 而且把油车都砍了 专心做新能源 没错它现在油车已经没有不生产一辆纯的燃油车了 如果我们聚焦在2022年这样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您觉得它背后都是哪些因素在推动的 我觉得主要是几个因素 首先我们不可否认是有政策的因素 虽然我们前面的有一些政策会退出 但是我们还有购置税减免的政策 比如我们还有在一些路权上 比如在还有一些优惠上 我们还有再有我们在公共用车 比如在网约车出租车等等这些公共领域 我们还有很多的相当于优惠的一些便利政策 这就导致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有了一些政策的助力 第二条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现在产品好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中国现在新能源汽车的产品 不管从品质上 还是在品种上 品牌上 在全球都是不可比拟的 这一点给我们消费者 有了更大的选择权 你想要什么样的车 从三万的到三十万的 到甚至最近出了百万级的新能源汽车 就是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在这些方面 我们做的确实是非常好的 第三条呢 我们还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 我们现在纯电动汽车 它在使用过程中的成本 就是使用阶段的成本 我指它是远远的低于燃油车 在这种情况下 让消费者呢 也感觉到在使用过程中呢 不但有便利 比如说有些地方它不现行 同时呢 我的成本还低 确实有优势 对 这个优势也是非常大的 再有就是我们 这次新机电影里面 提出来了这个充电桩的这种布局 让全国的充电桩 现在布局越来越合理 解决了消费者的这种 由于充电不及时 不能够迅速的 不能这种情况下的 他们的这种焦虑 没错 我觉得王杜老师刚才说的特别重要 就是一方面的确是政策在支持 但另外一方面 企业内工的这样一个修炼 以及市场的这样一个成熟度的提升 其实都促进了去年这样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今天我还和朋友在说 你看路上跑的车 以前你会看到很多都是国外的品牌 但现在越来越都是国内的品牌 而其中大量其实都是纯电的 这样一些新能源车的品牌 对 比如说原来我们说电视 空调 冰箱 原来认为进口的好 但是现在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认为 国产物美价廉 质量完全拿得出去 是这个能拿得出手的 所以刚才提到比亚迪的这个情况 我就想到了核糖效应 因为我们说这个池塘里的核叶 以每天乘以二的速度增长 所以头一天晚上你看到 还零零星星半个核糖 但是一夜之间就满了 所以它为什么说 一半车都是在22年生产 这就是规模效应 一旦起来之后 它那个速度就是一个几何节 量变引发了这边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回顾2022年 比如说这个品质的提升 供给侧 芯片 包括一些这个电池等方面的 供给侧的改善 再包括去年一年 确实油价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这个对于新能源车的发展 都是直接的利好 那么对于在我看来 新能源车是我国汽车业当中 增长最强劲的一个引擎 我们刚才看到数据 2022年全年 乘用车的零售是达到 2082万辆 同比增长了1.6% 但是新能源车的 乘用车的销售额很好计 567 567万辆 同比增长90% 所以这种对比 一个是占比 另外一个是增速的对比 就能看出新能源车 在我国汽车业当中的地位 我觉得这两种车呢 在商业世界非常完美的 诠释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弯道超车 另一个是换道超车 什么叫弯道 我国汽车业 本来起步就比较晚 在2021年的时候 我国共生产了 乘用车的能力 达到2608万辆 这是什么概念 全世界的几大造车大国 美国 日本 韩国和印度 加起来比我们还少 120万辆 这个叫弯道超车 而什么叫换道超车 去年的全年 2022年全年 全世界美卖十辆新能源车 有六辆是咱们中国生产 咱们国内美卖十辆乘用车 有三辆是新能源车 这个就叫换道超越 而这种未来呢 我觉得无论经济增长的 三架码车 投资啊 出口啊 还是消费 投资方面 我们新建产业员 新建生产线 消费方面就更好理解 而出口方面 去年前十一个月 我们出口了300万辆汽车 100万辆都是新能源车 所以它对于微观经济 和宏观经济来说 都会带来直接的促进作用 说到新能源车市场的变化 我们看到从今年1月1号起 购置新能源汽车 将不再享受补贴 加上我们知道的原材料价格 是在一个持续上涨的过程中 多家新能源车企 现在已经相继宣布 来上调汽车的零售价格 我们的记者最近 也在北京进行了探访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北京的一家新能源车销售门店 销售经理告诉记者 从1月1号起 他们门店的全系车型价格 已经上调 全系的产品 那么上浮了2000到5000不等 在之前非常有意愿的 这部分客户 他应该都在12月31号之前 已经订完了车 对于多家新能源车销售门店的 负责人来说 刚刚过去的12月 可以说颇为忙碌 受新能源车购置补贴中值影响 不少客户都赶在年底下单 你是什么时候订的车 我是29号订的车 主要是也是有销售顾问联系我 包括告知我这个补贴政策要结束了 涨价的话是3000到6000 照点时间把这车赶紧订给我 到了12月底的最后这一周 我们的销售是非常火爆的 每天的话都能有10到20个订单产生 为刺激销售 部分车企还推出优惠促销活动 用延长保驾时间来吸引客户 1月7号之前客户下定的客户 基本上是可以享受到 2022年的一个政策 便宜个2000到6000块钱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 2023年汽车行业 不会出现持续大幅度涨价的现象 因为新能源车仍有望 获得强劲增长 到2023年的一个判断 我们认为达到850万以上 还是在30%的强势增长的态势 规模增长一定带来规模效益的 一个提升和单车成本的一个下降 新能源车的购车补贴 今年起退场了 一些原材料的价格还在上涨 这会导致到我们现在看到 车企相应的成本上涨之后 它就会出现一个提价的情况 当然也许还有别的一些因素 但是提价之后 我们怎么评估 它可能对于现在 我们温度很高的 这样一个新能源车的市场来说 以及车企本身来说 带来的影响 我觉得新能源汽车的 这些各种补贴的退坡 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长期以来 还是要靠行业的内生动力 来推动行业的发展 而不是政府的长期的拐棍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现在我们虽然新能源的国补已经退了 但是还有 刚才说了 还有购置税 还有一些补助 过明年可能购置税也没了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市场在这里面 就会起到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 比如说涨价还是降价 这个事情我们从行业组织来讲 我们一般不谈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这是市场行为 它企业它如果涨价了 它的市场份额可能就会降低 降了是一定市场份额会增加的 在这种情况下 在汽车上面有一个规律 在美国当时说的 如果你降价5000美金 你的车就可以销量会翻一倍 那么大家都知道 降价一定导致销量的上升 那么这种情况下 涨价一定是无奈之举 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 大家正是在抢夺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在大幅度的扩张的时候 一定大家希望在这里面 自己占有更多的份额 那么它还涨价 这是什么呢 你觉得不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绝对不会是长期的趋势 它只是由于现阶段 由于新能源汽车 确实投入过大 他们大多数新能源汽车 现在其实是不挣钱的 是亏损的 他们为了能够持续发展 所以呢 无奈才有适当的涨价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觉得呢 为了这个行业健康发展 我们觉得涨一涨 也不是不行的 那短片中呢 我们看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汽车市场研究分会的秘书长 崔东树 他有一个判断 他认为新能源汽车 接下来仍然有望 获得一个强劲的增长 富江有什么样的观察 觉得接下来强劲增长 背后的动力还有哪些 它一定是一个多空的一个博弈 但是我同意 刚才王老师所说的 因为现在 这个产业的内生动力在增强 所以说政策调整 所带来的冲击 或者影响 就是在减弱的 这个我们通过很多数据都能看出来 比如说2016年 就是一般 这个新能源车补贴的退坡 都是发生在1月份 那么相比于 它之前的那个12月份 就会有一个政策末班车的效应 赶末班车 然后透支一下1月份的销量 所以每当要退坡的时候 在1月份销量出现下滑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 那么在2016年1月份的时候 也是首次退坡的1月份 那个时候环比的销量下降 就会达到63% 但是到2021年 1月份退坡一次 22年1月份又退坡一次 那么环比的销量下滑 也就在20%和18%左右 所以说它的影响在减弱 另外一点 我看到的数据 就是新能源车的补贴的金额 占到新能源车企的营收的占比 也在降低 我看了一下 对于这个比亚迪来说 2017年的营收呢 官方的公布的是1059亿元 而那一年核算给比亚迪的补贴 是47亿元 也就是说占到营收的5%左右 但是这个数字到了2019年 就下降到不足4% 到2020年就不足2% 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汽和东风 像2016年的时候 新能源车补贴 占到上汽的新能源车的营收的占比 可以达到34% 而东风汽车 这个占比能达到53% 也就是说半壁江山都是补贴的金额 但是随着市场逐渐成熟 到2021年 这个比重已经分别下降到了5.3%和10.9% 就相当于当年的五分之一 或者六分之一的量 所以我们从短期来看 比如说一月份二月份 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冲击 但是长期来看 市场越来越成熟 竞争力越来越强 把投票的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整个行业越来越健康 对他们来说 长远来看一定是一个好事 大家可能会说我们的节目 经常会关注新能源车产业 因为就像富江刚才说的 在我们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 其实都可以看到新能源车 在其中的位置和角色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在出口方面 新能源汽车目前已经成为 中国智能制造的新名片 2022年前11个月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 同比增长了一倍 在汽车的发源地欧洲 每10台新能源汽车中 就有一台是来自中国的 这是上海外高桥海通码头 一批国产新能源汽车 正在依次装船 他们的目的地 正是老牌汽车工业基地欧洲 数据显示 2021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 全球出口量约55万辆 其中40%销售到了欧洲市场 在英国伦敦 这家开在市中心的销售店 吸引了很多当地消费者的关注 在海外 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服务模式 也在升级换代 2022年12月1号 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 在荷兰南部城市 上线了一座新能源汽车换电站 这也是继挪威 德国和瑞典之后 第四个上线换电站的欧洲国家 五分钟内汽车的旧电池即可被更换 而新电池的充电量在90%左右 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 日本共同社1月9号报道 根据机构对全球主要62个国家 和地区销售的纯电动汽车 进行的统计 2022年1到11月 销量排名第一的是特斯拉 为112.7万辆 排名第二的是中国厂商比亚迪 为76万辆 美国通用汽车集团排在第三 前十位中 日本仅有日产 法国汽车巨头雷诺和三菱汽车 组成的企业联盟一家 报道称 这表明日本车商 在纯电动汽车市场明显落后 国产新能源车出口日渐强劲 在全球纯电动汽车的竞争中 中国也是排名靠前 就像富江刚才说到 我们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 换道超车 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我们要追求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您觉得我们的新能源车的整个产业链条 现在已经形成了哪些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 就是由于的中国的第一 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产业当中 咱们的起步是早的 第二 从事的投入也是大的 包括资金投入 包括科研的投入 在这些方面 就是我们在若干个 如果你把新能源汽车分成若干个赛道 一看 那在所有的赛道上 我们在中国的 都是挤着很多的企业在往一起跑 在国外呢 在这些方面 比咱们还是差了好几步 这个就是若干年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终于有些企业跑到了前面 所以在每个细分市场里面 我们都有一些佼佼者 这个导致了我们整个在新能源汽车市场上 我们有了一些先发的优势 而这些优势 不光是在电池电机电控 还有很多车机互联网 包括很多方面 这个优势是我们现阶段的优势 还有就是我们的产业链非常的完整 到现在我们的产业链在国外 不管不光是新能源汽车 整个汽车的产业链还没有完全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产业链早就已经恢复了 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很多的充沛的产能 供应到国内 包括国际市场上 同时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 在国内我们看的挺贵 其实在国外 我们是有很强的价格优势 就是我们的车价 是远低于当地的一些品牌的车价的 在这种情况下 那消费者一定有一些消费者 会选择这种物美价廉的产品 在这个上我们也有非常大的优势 没错 我看到数据显示 2022年我们国内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 是达到了27.6% 这个比2021年提升了12.6% 提升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刚才老师说到了消费者 我自己是一个有新能源车的 这样一个时长超过6年的 一个经济车主 老车主 所以我刚才在想 这个市场其实也要感谢 我们那么多国内的消费者 敢于去尝鲜 敢于去享受创新的成果 对 其实这种消费习惯想改变的并不容易 就像我们现在说新能源汽车 还用汽这个字 还是一个三点水一个汽 所以它沿用的是原来蒸汽机的技术 包括延续到后来内燃机的技术 但是我认为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还是处于优质供给 催生需求的这个阶段 所以刚才张宁也说到 未来渗透率的进一步提升 市占率的进一步提升 有赖于什么 有赖于消费者 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消费者 对于新能源车的认可 现在国际方面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 卡塔尔方面 向中国进口了1500辆汽车 其中888辆都是新能源大客车 服务140万球迷 再包括去年的印尼的G20峰会 也是中国的小型新能源客车 也成为官方的 峰会的官方的指定用车 所以我认为 未来新能源汽车发展 还有三大优势 第一大优势是纯电车 相比于燃油车 它的使用成本优势 还是存在的 虽然明年我们认为 油价可能会下降 但是用电还是更便宜 同时它的技术的提升速度 是快于燃油车 另外它的成本下降速度 比如说一体化的压膜的技术 电池的这种技术 包括整个的碳酸锂价格 也在处于低位 所以很多优势保证 它还是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 那未来的整个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潜能 还是会有更大的一部分的提升 我们也是可以共同来期待的 好 感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广告之后 欢迎您继续关注 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回来 我是张琳 2022年 新能源车可以说是最炙手可热的产业赛道 产量 销量 渗透率 每个数据都极为亮眼 2022年 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和用车习惯 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 而所有这些变化的背后 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来自于国家多项政策的扶持 而我想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产业的内生动力 而在未来 我们的新能源车赛道参与全球竞争中 这一点我想是更为重要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